大家会觉得说非常出格的行为 包含说前几天我们看到这个抖音 我姓郭 可我哭 法道总裁的传说 行能赚的比我多 结果后来 后来又就是 而且重点是我们也都知道 政治这件事情 其实当你说出去的话 你放出去的影音 其实再下架就很难了 因为大家早就都备份了 尤其这么有趣的东西 你我手上都有一份 我那时候看到第一时间马上就备份 就我看了好几次 其实从这个例子就可以看到说 我觉得显现郭团队的一个问题 就是他们目无章法 但是我觉得这个目无章法 不能说是他的幕僚的问题 因为你可以看到说 他延览了很多 其实是有经验的政治幕僚 那为什么他打到现在 会目无章法 就代表说 这个一定是他候选人本人的意思吗 才会变成这个样子 那为什么他候选人本人目无章法 就是回到我讲的 因为这个其实是自在参加 不再得奖 他是迟来的青春期 他是首富狂想曲